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9月9号星期一 最近这几天啊,就是包括前段时间有几个网友向我推荐走CN2线路的VPS 这个CN2线路啊,其实因为本人因为工作关系啊,以前是知道这个概念的 它其实就是中国电信的一个业务 这个我在网上啊,搜了一下,这个是 这是他PPT,这个是他这个集团公司的一个介绍 对CN2的一个介绍,这个网上有的,大家就是可以搜一下 这个是什么一种,我把这个缩小一下 CN2就是CNCN,就是下一代网络 怎么,就是,所以他说起来就是CN2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它的,呃,就是从原理上是这样的 就是普通,就是说平时大家都在上的是一张一个普通的一个网络 就像普通的一个国道线,公路线一样的 上面可以跑牛车,马车,驢车 二轮的,三轮的,包括行轮,货车,客车都可以跑 中国电信就是新建的另外一张这个网络 相当于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之所以高速因为它对这个车辆,包括就是如果从上网角度看的话 它对用户做了一个限制 只有是高价值的一些客户才能上去 就像高速公路一样的,驢车,马车,呃,行轮,包括三轮车这种都是上不了的 就是符合一定标准要求的车辆才能上去 所以它这个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从速率上讲啊 就是没问题的 绝对质量是第一的 从中国这个三大运营上来开的话 质量肯定是最好的 中国移动它这个宽带 其实这个没有宽带网络的 是吧 说实在 只是它这个手机移动网是比较牛 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联通的话是北方它这一块宽带是原来中国电信是划给它的 所以国内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从国外看啊 国外看的话 这个中国电信是在用绝对优势的 联通是没有的 是吧 这个中国电信它这个在设计年前已经开设了这个国际各大分公司 这个是美洲公司或者它负责的业务是美国加拿大和南美的一些拉丁美洲的业务 还有一些欧洲的 包括中 还有非洲中东分公司的这个都是有的 中国移动在国际上这个业务因为中美关系目前的话它在上半年好像是申请 这个开始被美国分公司的时候已经被否决了 被美国中央否决了 所以它在国际上这个业务的话 中国电信是占有绝对优势的 其他这个三大运营商是没有的 现在讲一下就是 它在国际上的 国际上的一个业务 它这个CN2是CN2的是一个GIA这个业务 Global Internet Access 它这个就是专门就是提供向中国大陆跟国际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提供这个互联网服务的这么一个业务 这个是它美洲公司或者美国公司Amerikas这个一个介绍 从网络质量上是专营就是中国大陆跟世界其他各个国家的 它在欧洲公司也是这么一个介绍有的 那GIA这个啊 看一下这个GIA 这个是它的 这个GIA业务的一个介绍走的一个线路啊 就是像这个 下面就是CN2 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 这个GT其实走的还是老的一个线路 像国内有些文章啊 就是它有些脚红的说CN2这个GT线路 CN2 所以它有些脚洪水的 从中国接近它官方的网站上介绍 它GT其实走的还是老线路 只有GIA走的是一个CN2一个线路 现在就是向大家展示一下它这个GT全球的一个技法 这个是中国电信的一个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技法 我先放大一下 而且它这个全世界都有 点一下香港的你看 而且非常细 这个标出来香港的一些机房 非常细非常细 它这个机房的位置都有 是吧 这里跑到深入去了 香港应该在这里的 这两个就是中国电信在香港的一个技法的一个位置 就数据技法 所以大家如果在用这个CN2线路的VPS 其实就是在用的一个中国电信的一个CN2业务 就是中国电信的一个业务 但是有点重复了 这个VPS因为VPS它在这个我缩小一下再缩小 它在欧洲这些北美这个都有分公司的 这个是它的业务的一个介绍 机房的一个出租 IDC一个业务都有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VPN业务 看到没有 Nplus 这个是运营上级的VPN 这个是欧洲公司的 美洲公司 这个是欧洲公司的 这个有VPN的一个解决方案 CDN这个都有 这个包括VPC 这个就是基码云数据中心 两个都类似的差不多的 所以大家如果就说走CN2线路的 GIA线路的一个VPS或者VPN的话 其实你用的就是在用中国电信的那个业务 那如果大家对网络这个技术要求 就是说网速的话稳定性 这个要求比较高的 那用这个还是不错的 从技术上讲是没问题的 但是从数据安全性或者各个影视的话 那就折扣了 是吧 这个想想就知道了 这个你用的它就是国内公司在海外封公司的一个业务 因为现在你去开一个VPS 去做一个VPS业务的话 做一个平台 因为有好几种 一种就是你自己建一个机房 像这个CN2中国电信 那几条CN2线路做一个揭露 这种方式是独立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向中国电信租一个 这里有些业务介绍的租机房租机柜 它这个机房是放在那里的 你就是买几个主机吧 主机放在它的一个机柜里 或者像它租一个就是整个机柜都租了 租一个机架 单个的话租一个机架小一点 就对外可以展开VPS业务了 再小一点就是小规模的一些公司 就是可能个人你就是直接想 就说像中国电信租运商租 租这个VPS 它上面也有这些业务的VPC 然后再转租给其他人 这个也是的 所以大家在选这种线路的时候 就是VPS的时候还是要查一下 最好能知道这些公司的一个 运营状态或者实际情况 如果从技术上讲的话 如果真的走这条线路的话 这个质量还是应该是非常好的 但是从网上的一些文章看 它CN2线路还有单向和双向的一个差别 你个人的话要去识别的话 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去识别的 大家如果对这些就是说网速的要求 什么4K秒开8K秒开要求比较快 看那非在电视上40寸50寸上看的话 这个走这条线路的这个VPS 真是应该可以值得消的 这个其他的话 当然价格可能它会高一点 当然数据性安全的话 也是折扣的 其他这个 这个是它一个数据 另外它还有一个网络的介绍 我先点一下它这个 这个是中国电信的VPN解决方案 这个是它在这个中国电信发布的 这个是网上 我也是网上下载的 它的这个全球的一个网络 线路网络 当然包括了所有的 不自然是中国电信它自己的一个网络 有点糊 大家网上自己去搜一下看一下 或者我把这个链接放在这个视频下方 大家就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从网络质量上看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这么回事 最后但是数据安全新闻 就是大家自己想想吧 用不用大脑想都知道的 是吧 其实就是用了一个中国公司的一个业务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rr 球 它 感谢观看